商务部国台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大陆经济回升向好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为台企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支持台企融入大循环 深化两岸经贸融合发展 希望台胞台企共同推动 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 会上还着重就深化敏台融合发展政策 大陆会台立民举措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措施 重点省趋势投资环境 做了介绍和推荐 最近像东莞的创新试验区的这个部分 福建的融合试验区的部分 昆山的产业深度合作试验区的部分 其实都有很多可以开展的空间 跟可以细化的一些政策 那我们也期待呢 这些地方呢 结合国家各个部委 能够推出更多会台的政策 我想台商朋友呢 全世界各地跑透透了 其实最终呢 看起来还是中国到了 是最佳的投资宝地 此次宣传推介活动 共吸引140余家台资企业代表 与240人现场参会